各位好,我是冰扎 闪光的哈萨维跳房突破15亿日元 已经超过I战士逆袭的下哑 仅次于机动战士高达和相逢在宇宙 能在疫情,BD同步发售,往非线上放映的环境中 做到如此成绩,足以证明它的优秀 闪哈预计会做三部曲 希望接下来的两部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素质 而为了让大家都来电影院看 并且还能反复看 影院准备了不同的特点胶片 第五周的名场景胶片 指F91,G5楼转,W和X 提到W果然离不开自爆 高达基地限定五细胞01和02 售价880日元,预计2021年9月发售 SDCS元祖双骨架套装再犯 售价1540日元,SDEX元祖再犯 售价660日元,7月发售 钢普拉元筒,EG烟红枪袭 售价1650日元,预计2021年10月发售 元祖雪印象配色 售价1650日元,预计2021年10月发售 莫名的有种雪出阴的感觉 这两款EG都是临时组合的形式发售 临时的味道还是与之前相同的玉米浓汤口味 横滨会场限定,哈罗薰衣草色 售价660日元,预计2021年7月发售 哈罗就和元祖一样,有多少种配色都不会奇怪 MG托鲁基斯F-EW,售价6600日元,预计2021年10月发售 登场于漫画《高达W败者的荣光》 是托鲁基斯的强化 非翼零式EW的翅膀就是基于他的资料 最佳化后的发展改良型 头关是新规部件 平衡翼上杰克斯的个人标识是通过分件实现 背后的推进器以及翅膀的细节部位都有些新规 不过那么大的翅膀 托鲁基斯的腰顶得住吗 同时托鲁基斯EW版也顺便再版了一下 夜鹰峰会公布 是与海牛对决的场景 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夜鹰的大体积 还暗示了一波瓦索龙和精神力多佳 而海牛这边也没有闲着 迫不及待地推出武器配件包 PB限定RG,超级Mega火箭发射器 和R魂的门不一样 造型是出自费子漫画版 具体情报将会之后公开 GGG鸭妹再犯 售价12100日元 预计2021年12月发售 右臂可以替换成敬礼手和持枪手 比19年的再版又贵了2000日元 不知道这张特点还给不给 高达咖啡厅新活动 高达夏日记 C的这边是第二季的武人 还很稀奇地带上了海涅 武都转是多萌和东方不败这对师徒 非常有夏日庆典的气氛 相关周边也一同公布 闪光玻璃杯 售价2200日元 是海报上的铜款 正面印有红心之王 背面是洗牌铜盟 哈罗小风扇 售价1980日元 有哈罗款和粉哈罗款 除了这些外 还有钥匙扣 水杯 手机架等周边发售 售屋 重小超大 欧希丽斯天空龙 售价23890日元 预计2021年11月发售 高度达到48厘米 加上飞翼的话 宽度则有50厘米 头 腕 脚步具有一定可动 但上面的嘴巴不能打开 看来是不能用减2000的照雷弹了 太阳神 一身龙 售价23890日元 预计2021年12月发售 高37厘米 宽50厘米 头腕脚步关节 具有一定可动 阳光男孩的最爱 欧贝利斯克 巨神兵 售价23890日元 预计2022年1月发售 高37厘米 宽30厘米 虽然只有头部可动 但左手给了开掌和握拳手型 把这三尊大神请回去 一定非常震撼 不过打牌的话 我还是最喜欢 球形体 真骨雕 假面骑士空我 50周年版 售价6600日元 预计2021年11月发售 盒子的峰会 也配合50周年 做出改变 红色的处理上 要比五代版和小野四版 都要更明亮一点 还有一个50周年的限定地台 闪光的哈萨维 笔绘封服装 分别印有柯西和佩涅罗佩的图案 T恤售价5280日元 带领短袖售价9900日元 年茂山售价14080日元 都是7月发售 比汇丰确实带干 不过总觉得 少了一个图案 这就是本周资讯 我是小小兵子 如果有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